我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投票网点,美国的大选如火如荼,今天艾瑞老爸就说说美国大选的选情 有些国内的朋友问了,现在是不是民主党的哈利斯占据优势? No, no, no,最近所有的美国的民调和市场数据都已经转向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大家可能对美国的竞选方式不是很了解啊,以为是谁的选票多,谁就当选为总统 其实美国的选举是按照选举人团制度,每个州按照人口安排固定的选举人数量 比如人口大州加州就有54张选举人票,德克萨斯州40张,佛罗里达州30张,纽约州28张 而人口最少的阿拉斯加州、特拉华、怀俄明州各州只有3张选票 而且美国除了两个州以外都是采取赢者通吃的选举办法 也就说在这个州如果是哈里斯得票最多,那么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全部记入哈里斯的名下 然后最终由美国总共538张选举人票决定大选的结果 谁拿下半数以上270张选举人票就可以胜选 美国现在的选情是一波三折 之前调拜登通过和川普的竞选辩论败下阵来 民主党又推选出贺锦丽上场,当时贺锦丽的势头非常的强劲 在一个月当中居然筹集了3亿多竞选资金,打破了竞选以来的最高和最快的融资记录 大家以为贺锦丽稳操胜券 但是进入10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美国各项民调以及市场的数据已经急转直下 开始有利于川普,而美国一直支持民主党的及科技和财富一身的大佬都纷纷转向共和党 马斯克这个世界首富,甚至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为川普站台 现在距离11月5号大选日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最新的数据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哈里斯的落败 让我们静宽结果吧